我再第二期 我再三期 我是會大量刺激搞不同的分泌 這樣會越來越容易塗頭嗎 很重要的原因 性功能真的有下降 這樣我的頭皮狀況是OK的嗎 你們也會塗頭 是不是你塗得很嚴重 雅各 你是不是髮量變少 髮技線變高 然後越來越塗喔 這大概是在YouTube底下留言 最多人跟我講的事情 確實啦 我也有發現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我也不避諱跟大家講 所以我在朋友的建議下 就是找了一間診所 要來檢查我的雄性凸的狀況 但我也得跟你們說啦 不要以為只有雄性凸基因的人 才會塗頭喔 所以說你不要覺得你可以倖免 你早晚頭髮會越來越少 走 大家好 我是首次的診所 請你成為醫師 患者先來診所的第一個狀況 應該就是都先檢測頭皮吧 我覺得第一步還是了解患者他的目的 他想要了解到說 為什麼他的狀況不影響 那我今天會來呢 就是因為 大家講說我這邊 其實開始有一點點 發現有點後的 這一區 你可能會希望他再更冒陰一些些 所以我這一區吃藥是不會長出來的嗎 你可以等白 但是以我的經驗值 那個地方大概不太可能 會再有新生的狀況出來 你想要他有這種茂密粗壯的頭髮 一條路 執法 所以我常跟患者講的結論 生髮越早開始越好 可是執法是早用早享受 可是為什麼你知道雄性凸是確診的狀況嗎 雄性凸在目前醫學上有兩個確定的事情 第一個他是多基因遺傳 那只是有的時候我們可能要多排除一些 像壓力性落髮 遠途一些潛在性的之外 好 那我這樣子的話就是雄性凸嗎 對 雄性凸它基本上有兩個典型的變化 第一個叫M型 就我這個嘛 對 以前是一個方形的 就是慢慢慢慢就會變成一個圓弧形的 然後我們稱作為M型 第二個是頭頂髮旋開始會變成稀疏 我們一般俗稱叫O型 對 因為你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你的O型不明顯 但是久而久之 就會變成大家在電視上常看到那種 整個頭頂都沒有的一些藝人或政治人物 以目前的統計上而言 40歲以前治療的 甚至都可以逆轉 9乘5是會成功的 而且你哥哥以目前大概差不多在第二期左右 我已經第二期了 我又很第二期了 其實男人50歲的時候 大概已經有這樣子一半的人 有雄性凸 那這樣子健身的人 不是會大量刺激搞不同的分泌 這樣會越來越容易塗頭 我們剛有聊到說 今天關鍵因子還是在基因 其實目前 它是沒有絕對的影響的 確實在重訓的人 他會搞不同會提升 第一個 他本身提升的時間上而言 大概是在你重訓之後 15分鐘到90分鐘 這個提升的濃度跟提升的時間 就是要暴露在這個微型因子的時間 其實相對是很短暫的 很單純就是我們直接從健身提升搞不同 而攻擊茅囊造成掉髮 這一條路是沒有錯的 可是你在透過其他的角度 其實有的時候發現 到最後其實沒有影響的 真的沒有雄性凸的人 就不會凸頭嗎 凸頭掉髮這些事情 不單單支持雄性凸 壓力性掉髮 越來凸 施養性 所以施養就是養分不足的那些東西 這些掉髮還有很多種 那女人會影響嗎 女性有女性掉髮 那也有女性雄性凸 女性掉髮的型態 它多半是從我們的分髮線 頭頂開始變寬 比較不像男生有M型凸 這時候你就要去查他背後 我就不會當他做髮 你就是什麼搞不同 你就要用別的角度 去幫他分析 去幫他治療 所以說你們不要再覺得自己可以叫性 好不好 你們這些黑粉們 你們也會凸頭 這比你們凸得比較嚴重 我覺得大家在身髮落髮跟止髮之間 可能身髮跟止髮很懂了 但怎樣可以去防落髮 雅哥你先問了一個 我覺得非常好的問題 怎樣要寫一兩百篇論文 然後還不可以抄襲別人的時候嗎 還是很直觀的 就是因為雄性和合理 去共進你的毛腦 所以叫做落髮的原因 因為我毛髮一直是一個週期 當他每天掉兩半 他有本事長兩半的時候 他就是不吐頭 那現在我已經開始有固定在吃一些 生髮的藥的話 那個也是有防落髮的功能嗎 剛剛你跟我說 你今天做了兩件事情 你吃了XX跟你吃了XX 好這兩者都是目前一屆認為 會改善雄性圖的 其實這兩個藥剛好是不同的學理 你吃了或擦了XX 之後你會讓它重新換醒 就是讓睡著的那些頭髮重新醒過來 所以你做好了生髮 另外一個叫XX 就是減少我們的雄性荷爾蒙 去攻擊你的毛腦 所以這叫做防止藥嗎 其實蠻多人不敢吃這些生髮或落髮的藥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性功能真的有相降 怎麼辦 我們從學術的統計上來看 大概有4%到5%的患者 會出現這種我們講性功能的故意 不管是性慾降低或是困難或是射精傷害 我沒有勃起的問題 也沒有什麼射精傷害 我是覺得明顯說性慾有相降 我剛剛講4%到5%的人 再去做追蹤 一年後只剩1.6% 那些人怎麼了 其實很簡單叫做適應了 習慣意思就是會恢復的意思 那我們要怎麼改變這件事情 大概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當你理解之後你就繼續吃 第二個 那一開始我們就先調整藥物啊 我會說那我們就改成 每兩天吃一顆 每三天吃一顆嘛 叫做你先去適應這個藥 然後最後讓藥來適應你 了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 為什麼我剛剛提到說 這邊可能將來你會需要做脂肪 這個地方是它的交界處 上一點可以看到很多更粗的毛 沒有錯 往下來看 這個地方的毛就是我所謂的 它像胎毛一樣很細喔 中間這一些是雅各開始已經在長的頭髮了 這個是比較黑比較粗 然後這個是比較細的 可是真正真正我們在脂肪裡是什麼 可以看到每個毛孔裡面 它比較多是單根的 對 一根的 可是你看喔 你後面的 這兩根三根兩根三根 毛孔裡面 它能長出來的頭髮量也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說 你前面已經開始在長的頭髮了 它的問題在說 欸它有長 但是長出這些細細的毛 對 其實我也會開心的 這些幼毛其實 你也輸不起來 而且你在造型上 對你完全沒有幫助 真正我幫助是這些粗的 那這樣子我這個圓頂這邊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圓頂這邊很好啊 除了一根白頭髮 這是白頭髮 對啊 你們看得出來剛才那個細 跟細毛的差別嗎 這個真的非常的粗欸 這樣我的頭皮狀況是OK的嗎 微微泛紅微微發炎 其實這個在雄性圖非常常見 這一個是我這個額頭這邊喔 這個照片是我這邊 我看不出來有紅紅的欸 對啊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用頭皮鏡 所以我們在做毛髮移植的時候 就是把後面健康的頭髮移植到前面去 而且後面的頭髮通常 它是我們稱之為永久髮 你把它弄上去之後 它可以變成老虎一輩子 如果沒有到齒髮的話 這些頭髮就是永遠就是這樣 就差不多你可以預期再好分20% 但是那個髮線不會再 不會往下了 不會再往下 吃藥不會讓髮線往下 不會 網路上就會有人講說 欸 執髮不是還會弱髮嗎 那執髮那麼貴我幹嘛執髮 是對的 但是它掉下來的不是執上去的那些頭髮 掉下來是上面你不去照顧的頭髮 喔 就是我可能不吃藥 它還是會弱髮 對 一開始我就跟你說 執髮跟生髮是相承相承的 如果你沒有好好生髮 其實我不太願意幫換這個執髮 所以我有可能這裡這個執髮 這裡頭髮長出來 然後也很硬 很粗 但這裡可能就開始凸 這裡可能開始凸 這樣子嗎 對 跟俠邊三層 好想看喔 有這種人嗎 今天喔 為什麼我會建議雅各要做執髮 原因是因為其實他的生髮 已經漸漸到了他的最好的狀態 那今天想要再更好 其實從雅各的這個髮線上 大概我們可以畫出一個樣子 我們先來設計 因為它完全客製化的 對 比如說你想要一點點微微的美人間 我們都是可以創造出來的 不過這樣子要怎麼知道說 我到底執髮要執多少根 正常的頭髮 它大概每平方公分是120根 可以從鏡子裡面看 你這邊可能就會差不多落在這裡 就差不多60根左右這一區 那當然前面這裡 基本上可以算是0根 因為這邊6毛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要設計執髮的時候 目前建議上是70根左右 我們從視覺上而言 大概120到100到80 大概有點內分不太出來 可是從80到60 你就開始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空了 那你說醫生那我有錢 我做多一點做到100 接近120行不行 對啊可以嗎 不是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今天我們 吊髮的過程 頭皮的機能也在下降 所以如果你同時一次種太多 種得很密 像一板上去 結果大家都活 好 所以今天 待會兒我會幫你算出 這一塊的面積 然後去乘上70 其實就是你今天所需要的重分處理 就是你今天所需要的重分處理 等一下 這個是要安全指紋的東西 很像綜藝節目 好久沒有看到這個東西了 我通常對女生才會這樣 不是難受 難受嗎 這個就是我需要的面積 好像有點多耶 面積要怎麼算啊 對 我們這邊有一個 蛤 怎麼好像在上 國小的數學 所以我們先把完整的格點出來 嗯 然後我們會把半格的一點點出來 6加16等於22 然後22乘以70 等於1540 對 聽起來蠻多的對不對 給你看一下 這是我們所謂的一株貓納 為什麼下面會白白的 這個就是你的那個 我們常常看的那個 我們常說的那個毛囊 不是掉頭髮的時候看到 底下一顆白白的 所以下面這麼深嗎 對 所以今天我們的頭皮一直到毛囊 大概平均是0.4到0.6公分左右 因為我們在實際種植上而言 我們也會漸層 因為這樣會更自然 網路上也是有一些案例 蠻可怕的 說會失敗 我覺得今天的失敗上而言 有分單純手術本身的失敗 毛囊是個很脆弱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找一個有經驗的 醫師跟團隊 來幫你做這方面的把關 但是我看到更多的是什麼 叫做只做執法 不去考慮生法 我今天手術做得很好 可是三年後五年後 你在鏡子裡面看到的 不是只有幫你執上去的東西 還有你原本原生法 是否有好好照顧 可是當你沒有好好照顧的時候 你在鏡子裡面看到 我頭髮還不是繼續掉 你會怪什麼 你一定是怪我後執法失敗 而不是去想說 我這三年沒有好好的生法 那我相信就是可能有些人看到 我今天這一支影片 就是會開始可能真的去買那些藥來吃 法規上其實一般民眾不能夠吃 因為它是一個廚房用藥 我昨天看了一個 從頭到尾根本就不是雄性徒 可是他已經在亂吃藥之類的 他是別人介紹他吃藥 但是他放心他跑來找我 說你這就不是雄性徒 而且吃藥是沒有用的 還好你沒吃 所以你要吃藥之前 你還是要來找醫師來判斷一下 你到底狀況是什麼 好今天特別感謝就是 簡醫師替我解剖了那麼多 了解我的禿頭狀況 真的就如同我朋友講的 很專業 然後整個真說我非常的舒適 我之後還是會來做直髮 所以你們可能會看到我直髮的影片 那就謝謝醫師囉 謝謝 你們開心了吧 我就真的禿頭了 然後我也真的要來做直髮了 然後我也開始正在吃一些藥 來幫助生髮跟弱髮 就徒勞怎麼面對啊 沒辦法啊 我就是天生有這樣的基因嘛 看到這一支影片的人呢 對於頭髮越來越少 有困擾的話 直接趕快來找醫師 詢問一下自己的狀況是如何 不一定要做到直髮 可能生髮就可以幫助 你的頭髮長得更強壯 或者說頭髮長得更茂密 但是如果你越拖越久 你的頭髮可能就會跟我一樣 慢慢的變成額頭 然後這時候就是一定要直髮 那你每次都要說直髮也很貴 機要平均一天大概是20塊 所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掰掰 問一些女性朋友說 欸我有一個同學 他真的什麼條件都可以打到這樣 但是他有禿頭 結果他們就 好啦確實我也蠻多朋友 就是可能 那個叫我軟體約出來 發現說對方禿頭 就會有一點退避三射 那可以拿其他的地方嗎 什麼 櫻毛很粗壯啊 可惜 真的嗎 對方